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今天是7月22号礼拜五 今天新眼光的读经进度 来到提摩泰前书第六章一到十节 同样的,我要带大家用和和本圣经 来读这一段的经文 凡在二下做仆人的 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 免得上帝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 仆人有信道的主人 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 更要加以服侍他 因为得服侍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 你要以此教训人,劝勉人 若有人传异教 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存证的话 以那合乎尽全的道理 他是自高自大 一无所知 专好问难 争辩言辞 从此就生出嫉妒 纷争 毁谤 妄疑 并那坏了心术 失上真理之人的增进 他们以尽全为得力的门路 然而尽全加上知足的心 便是大力了 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 也不能带什么去 只要有依有实就当知足 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 就现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 教人曾在败坏和灭亡中 贪财是万恶之根 有人贪恋钱财 就被引诱离了真道 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好的 今天我们所读的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一到十节 基本上这段圣经有两个大的主题 第一个主题就是第一节到第二节 是有关于我们做仆人的责任 特别这个仆人不是在教会里面 而是在社会里面 在社会当中我们做属下的人 到底我们的责任是什么 他说第一个在腹下做仆人的 恶下这个恶就是受到辖制 没有自由的 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的主人不是基督徒的时候 在非基督徒的主人面前 保罗他劝勉我们 他说我们要有好的见证 就是要恭恭敬敬来对待他 要敬重他 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 意思就是说我们特别是不是基督徒的主人 我们对他一样要恭恭敬敬的态度 因为我们对他恭敬 我们就是在为主做那美好的见证 人家会认为说 一个基督徒的员工 一个基督徒的职员 你看他对人对老板的顺服 的服从那种使命必达 积极的态度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很美的一个见证 这样的见证 甚至我们会影响我们的老板 改变我们的老板 甚至带领我们的老板 也能够来信耶稣 是不是呢 第二个就是说 那么在信主的主人面前 意思就是说 若我们的老板是基督徒的话 他说千万不可以因为他是弟兄 而对他侵漫 啊对啊 你是基督徒啊 虽然你是我的老板 但是我们都是教会弟兄姐妹 我们哥良好啊 反而没有那种上下之分 当然在教会当中 我们是弟兄姐妹 没有错 我们可以一起参加聚会 我们可以一起互相分享 一起参与活动 但是在公司 在职场上面 我们就要分得很清楚 他就是我的老板 他说保罗说 保罗要提摩太 劝勉这些 这些做仆人的 面对基督徒的老板 你更要殷勤来服侍他 意思就是说 因为主耶稣爱他 所以我也要更爱他 主耶稣爱他 我也要爱他 我要用耶稣基督的爱来爱他 来服侍他 因为他是基督徒的老板 他需要我们的帮助 让他在职场上面 因着我们好好的帮助 好好的 来为他 来打拼 使他有好的成效 使他能够来荣耀主 来为主做他美好的见证 同时 因此 而在整个职场的环境当中 树立了一个基督徒 美好信仰的一个典范 一个好的见证 这样是不是可以在我们的职场上面 反而有更多那种传福的机会 可以带领更多其他的员工同仁 来信耶稣 第二大段是讲 是第三节到第十节 第三节到第十节 面对当时候最大的异端 就是诺斯底主义 我们知道诺斯底主义就是善恶恶言论 这几天的新眼光读经当中 我相信也有牧师有讲到 当时候他们的确就是面临到 诺斯底主义很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他们因为诺斯底主义的人 他们自认知识 智慧高过一切 所以特别在教会当中有这样的基督徒 若斯底派的基督徒的话 他们总是自高自大 反而一无所知 专好问难 专门喜欢问那很艰深 很难懂的道理 然后争辩言辞 结果往往就是怎么样 往往就是生出 大家争辩之后 就生出嫉妒 纷争 毁谤 疑 妄疑 妄疑就是彼此完全的都不信任 这个对整个信仰团体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 甚至第五节 保罗说他们还以 敬虔为得利的门路 意思就是说 打着基督徒的名号 结果到最后贪图自己的名声 自己的地位 甚至自己的利益 但是第六节 保罗他提醒提摩他一件事 他说 尽钱加上知足的心 就是大力了 深圳的大力 真正对生命最大的祝福 就是尽钱加上知足了 意思就是说 唯有真正的敬虔 他的生命 才会是知足的 同样的 唯有真正的知足 他才是一个真正敬虔的人 所以弟兄姐妹 想想看 我们是一个敬虔的人吗 那么 要扪心自问 你知足吗 知足常乐 知足的人才会不断的感谢上帝 而不是不断的 不断的抱怨 不断的哀声叹气 真正的敬虔的人 他是一个生命 知足的人 所以 真正知足的人 他才是一个真正敬虔的人 所以我们可以用 知足 来检视自己到底是不是敬虔的人 同时 我们既然是敬虔 我们就必须要活出 自己是一个知足常乐 常常感谢上帝的一个人 所以敬虔加上知足 就是生命最大的祝福 因为一方面 他满足了上帝的心意 这是一个敬虔的人 一生当中最大的一个目标 就是要荣耀上帝 就是要 生命就是要满足上帝的心意 同时呢 一个知足的人 就是要以上帝 为我最大的满足 弟兄姐妹 我们有没有以上帝 为我最大的满足 有了上帝 我就有了一切 因为在我们心里的 耶稣基督 比这世界更大 求上帝亲自来满足我们 特别在疫情 肆虐的时候 我今天在这个地方 是因为我确诊 所以我只好在 我儿子的套房当中 做居家隔离 我今天在露心眼光的时候 但是弟兄姐妹 虽然我们不论处在什么情况之下 愿上帝帮助我们 成为一个真正知足而敬虔的人 成为一个敬虔的人 活出知足喜乐生命的人 我们一起低头 我们一同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你 透过今天这一段经文 教导我们如何 在社会的层面 在职场上 做一个好的仆人 如何敬虫 我们在上面的老板 主管 让我们 他是基督徒 我们更要敬虫他 不是基督徒 我们也要敬虫他 目的就是 让我们活出上帝美好的见证 能够带出福音的果效出来 主也求你帮助我们 最大的一个美好的见证 就是敬虔加上知足 让我们因着有上帝在我们的里面 而使我们成为一个真正满足喜乐的人 主啊 我们要渴慕你 常常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来充满我们 来满足我们 主啊 使我们成为一个 常常因着上帝恩典而知足而喜乐 而成为一个真正敬虔 有活泼见证生命的人 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们感谢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